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欢迎我们今天在场的八位专家们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营养专家贾海燕 普拉提专家可雅杰 运动舞蹈专家胡克燕 健身专家赵岳 普拉提专家王娟 健身专家仁汤 综艺专家杨金红 健身专家崔凯峰 欢迎各位 当然如果你看完这档节目 然后你发现你对我们的减肥方案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用手机来扫明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毛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专家团队当中 又来了一位美女 欢迎我们的胡克燕老师 欢迎您 运动舞蹈学专家 什么叫运动舞蹈啊 我个人的理解运动舞蹈就是 在我把健身的动作 先排到我的舞蹈当中去 可能它不会太简单 也不会太容易 但是能够让会员在短期间学会它 然后又充满乐趣 然后在不知不觉中 帮它把它剪掉 这是我认为的舞蹈剪辑 来 刚才我们再一次 欢迎我们的胡克燕老师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子 漂亮性感的小背心 舒适清凉的吊带裙 这样的悲催时刻彻底告别 白白肉呢 哇哦 白白肉 主题是白白 我有一点问题好奇 因为刚才在视频里面 也有看到白白肉 我们讲的是这一块 对啊 对啊 就当你在白的时候 还会抖动 对啊 对啊 有点像个蝴蝶秀一样 但是我问一下健身教练 这个白白肉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三头啊 白白肉的形成啊 你可以从这个位置是三头 那这个位置的根部的位置 不单纯有三头的那个脂肪在里面 它还有那个背阔肌的下半段 这个上半段这个位置 那就是练背 还有练三头不就得了吗 那还有三脚肌后竖这个位置 也会有一些 所以女生的白白肉 会比男生严重很多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她们女性本身 天生长脂肪的速度 就比男性要快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白白肉 不要不要 我都是这样掰的 我都是这样掰的 掰掰 掰掰掰 所以女性的话 她们的掰掰肉 会比较容易长生长 对 天海不应该有掰掰肉吧 可以有掰掰肉啊 哎呦呦呃 他也会抖啊 我们一般掰掰的时候 会把我们的死子相扣 掰掰 就不会有啊 好 无管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两位挑战者 他们是碰到什么样子 掰掰肉的问题 好不好 让我们欢迎第一位 有请 我要一雪前尺 穿可以露胳膊的衣服 拍写真 欢迎 欢迎蔡蔡 欢迎蔡蔡 来 让我们看一下你的掰掰肉 这样 掰一下吗 掰 走一下 还是有 这个 这个造成你很大的困扰吗 是 夏天不敢穿有露胳膊的衣服 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蔡蔡 我现在是一名法语翻译 所以平时工作呢 都是在电脑那层 所以我平常运动不到 那你所以原来是在法国留学吗 对 对 在法国待了多少年 四年半 是 所以开始变胖也是在法国 因为法国美食很多 好 我们看一下蔡蔡平时的生活 就是什么样的 通过一道Visa了解一下 本期第一位挑战者 是想甩掉白白肉的蔡蔡 对 像成为法国大魔一样 那样的身材 因为自己身材 其实体型还蛮欧美化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 如果能念好的话 能够跟他们还蛮相似 但是现在拜拜肉这么胖 很惨不忍睹 非常让我受不了的 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有个很好的摄影师的朋友 我问过他说 能不能帮我拍一套解针 他看一下我 就说就你这身材 哪能帮你拍 我觉得我的身材的变化 可能还是会跟影师 有一些关系 因为比如说像去法国之后 当地的甜点非常的好吃 巧克力也非常的棒 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一定要在饭后吃的甜点 我平时也会比较喜欢吃一些 黄油跟奶酪 然后巧克力 这个也是说法国带回来的 鹅干酱 现在每个月 我还会去吃一次奶酪 以前也想过要减肥 也会跟着手机的APP 一些练习 但是因为自己总是没有办法坚持 也没有专业的指导 所以就造成其中老是不上不下 我回国之后呢 一直想去拍一套人照片 但是呢 因为一直受不下来 所以也一直不敢去 那如果这一次夏令决心的 能够受到那种理想的状态的话 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去拍一套美美的写真机 法国女生应该也是偏瘦的是不是 他们的骨架还蛮瘦的 对 他们也是小骨架 长调长调的 就我刚刚有说摄影师的朋友 就是他是很全球旅拍的那种拍婚纱的 然后呢跟他关系比较好 然后东北人也很爱调侃 那我说那这样你拍得这么好 我又很爱拍照 可不可以帮我拍一套 他跟我说 看你这个身材 我连拍照不想拍 我没有空给你去修 你就一根拉倒一根两块去玩 他要叫你说你回去 自己就自己去秀吧 是吧 没有啊 他的目标是回去要找那个摄影师 帮自己拍一套写真啊 对 对 你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你要明确一下 我的目标是要找那个摄影师 逸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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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好的 这个是我们第一位挑战者 好 谢谢 来 谢谢蔡蔡休息一下 好了 刚才是蔡蔡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 她也受到了白白肉的困扰 她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欢迎她 我一定要穿最喜欢的衣服 去见最喜欢的人 欢迎 欢迎小雅 小雅好 你最喜欢的裙子是这一套吗 不是 我还穿不下 你最喜欢的裙子 你现在还穿不下 对对对 买了小号的 想要减肥穿上 你现在这一套裙子是多大 M号 L号 L号 所以你要从L变成小号 是吗 我觉得变M就可以穿上了 就可以塞进去了 可以塞进去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视频 来了解一下她好了 好 本期第二位挑战者 是想摔掉白白肉的小雅 好 我叫小雅 我是一名美妆师 我的工作呢 主要是给演员化妆 我共同接触的演员 艺人都特别漂亮 也特别瘦 夏天给艺人化妆的时候 因为化妆的时候 手臂要动嘛 胳膊上的白白肉 就会一直在颤 然后觉得很尴尬 大家都会看到 身边的好朋友 好姐妹也都很瘦 就很失落嘛 毕竟我原来瘦 就也想瘦到原来的样子 你看我那瘦 那瘦 那瘦好瘦呀 你看你那时候的胳膊 你看你现在 你看你的 你在看我的 山高中那时候 110斤 然后觉得自己有点胖 去针灸 减到90多斤 没想到之后反弹了20多斤 因为工作性质嘛 我们经常拍摄到很晚 就是吃饭没有点 经常是吃盒饭 什么省事吃什么 我和我男朋友 都在北京工作 之后她因为工作调动 调到广州去了 我们已经一年多没见了 想不想我啊 你说呢 你应该是下着 我就不飞过了 再过一个月 再过一个月 参加完那节目 就去找人 过到这些休年假 我跟我男朋友 好久没见了 专门买了一件沙裙 想要瘦成理想中的状态 然后穿着去见她 给她一个惊喜 好 所以你跟你男朋友 一年半的时间 没有见到面了 一年多 你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单纯 为你男朋友 做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你没有做到 你是不是就不去见 你男朋友了 不去了 不去了 如果说你没做到 你去见了你的男朋友 你的男朋友在嫌弃你 你会要跟他分手吗 我就哭死了 跟他之前是因为异地练分手的 然后之后又和好 当时他离开北京之后 我还在北京 然后我当时还没毕业 然后他就回去 我没有去啊 我还在北京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就慢慢慢慢 因为异地嘛 打电话干嘛 就少了 我就觉得好像两个人感情不在了 就跟他闹分手嘛 几年过去 然后又现在和好之后 就觉得相互也都惦记了对方 分开两年的时间 然后两年以后 你们还又在了一起 好高兴啊 在了一起了以后 又有一年多的时间 没见面 对啊 过完年就过去了 还是有彼此的 所以他会 才会有复合这个原因在那里 是 因为如果他是为了别人 来做这样子的减肥 这样子的目的性的话 这个毅力会不会影响到 还是应该是要为了自己 而去做这样子 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自己 其实他本身就想瘦下来 但是呢 正好赶上 马上跟你男朋友见面了 这个机会更能促使 你要进行这个问题 对 男朋友就是一根导火索 对 因为我要见他 所以我要快速地瘦下来 对对 嗯 好 好 所以今天呢 我们八位专家 到时候会来进行评选 他们会来想说是要帮你 还是帮我们另外一位菜菜 是 好 来可以再一次请出来菜菜 好 请两位选手往前面转一小步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争取一口气 让自己瘦下来 全身性地配合 教练一起训练 齐全我吧 我一定为自己 努一口力 瘦下二十斤的目标 所有的专家们 如果你想要帮助菜菜来塑形的话 请按下红色的按钮 想要帮助小雅塑形的专家 请按下蓝色的按钮 你也可以都不选 选择弃拳 我们八位专家 你们的决定是 请选择 八位专家 请选择 三二一 选择菜菜的有 贾海燕 何雅杰 仁涛 还有王娟 那么选择小雅的专家有 吴克燕 赵月 崔凯峰 杨金鸿 菜菜选择你的 也包括我们的贾海燕老师 爱喝牛奶吗 喝牛奶的时候 选择的是全脂牛奶 还是低脂牛奶 还是脱脂牛奶 低脂 我这是同样的品牌的 然后一个是部分脱脂的 一种是全脂的 同样是一百毫升的 如果是部分脱脂的 纯牛奶 它含有的脂肪是1.6克 全脂的牛奶 一百毫升 它含的脂肪是3.6克 哇哦 两倍还要多一点 所以我提醒大家 在减肥期间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低脂 或者部分脱脂的牛奶 这个而且量一定要控制好 然后还有一点要强调一点 管住嘴 麦开腿 但是请你记住 管住嘴永远是在麦开腿之前 就因为你选择任何一个老师 来给你做指导 都要记住一点 控制住你的饮食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女人的减肥是一生的事业 嗯 没有 其实我觉得海燕老师 非常好啊 因为通常我们在健身的时候 不管是你是要减肥也好 还是要增肌也好 其实吃 永远都是在运动之前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陈涛老师 陈涛老师 像蔡蔡这种体态 这种体型结构就是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咱们正常人身高稍微矮一点的 它的结构性完整性 会比身高高的稍微强一点 矮一点 矮一点 可能待会儿我用一个那个毛巾做一个测验 可能他能做的你就做不了 来 我们来试一下吧 我们试一下 我今天用那个毛巾 然后测试一下它的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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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勉强及格吧 勉强及格 每一个格式都是成立的 每一个格式都是成立的 对 你不知道 任涛老师是我们这个 专家台里面有名的魔鬼教士 挺好 特别好 我就称教士 教士 好 谢谢任涛老师 谢谢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温柔 对 也有天使 有天使 毛巾老师 叉叉的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是在工作 是吧 都在跟老前工作 都在扶岸工作 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在回来的时候 白白肉自然而然会出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加强你的背部肌肉 其实就能够改善你的白白肉 背部跟白白肉还有关系啊 那必须的 好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吧 好的 我们的脚踩在弹力带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走关节很多人会往后推 我们需要把它往前来一点点 在做动作的时候 需要保持手腕的中立位 在这个基础之下 我们再去做推的动作 然后很多人会出现这样子的状态 肋骨歪翻 屁股撅起来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收紧腹部 在回来的时候 稍微的慢一点点 对 你试一下啊 你试一下啊 对 延长继续把肩膀放松 微微的去走 对 对 非常的好 现在 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感觉的 好 呼气的时候 慢慢的往下饭 猜猜是不是感觉很累 对 就这样子的动作 你可以拿一根弹力带 就可以在家里面去改善你的肺股 好 明白明白 好 都好的 谢谢 真的 我觉得普拉吉的所有动作 都是看似很简单 其实都是很费劲 对 很费劲的动作 所以女儿是要控制自己每一个身体上面的肌肉群 好了 就接下来就轮到你来回省了 请往前面站一小步 我的选择是 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的礼物 告诉你如何去选择真正的地址和脱缘的来 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更专业的老师 我在这个礼物上我可以给你做到 然后要是能够跟着我去做运动的话 肯定能够非常见效 加强你的背部肌肉 其实就能够改善你的白白肉 我的选择是 任涛教练 恭喜 终于大家得到了我们的专家 任涛的帮助 好 为什么呢 魔鬼教练呢 是 我通的魔鬼教练真的出 出了 所以你是自虐的性格是吗 对 最终配对 帮蔡蔡塑行的专家是健身教练任涛 刚才我们有看到这个蔡蔡好像对自己挺有决心的 特别找了一个魔鬼教练 我也很有决心 你也很有决心 所以不怕困难 不怕 要受就要受到底 有什么目标吗 剪掉20斤吧 20斤 我们来看一下谁可以帮你剪掉20斤 对 来 赵岳老师 给你施定的训练计划呢 肯定是从饮食上 我先把你的饮食搭配合力 然后让你的身体技能恢复 第二段呢就是增加你的训练强度 实际上你剪的是很快的 还有第三点就是 那我现在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和概念啊 就是白白秀呢 它不是这样吗 在这个位置哈 我们经常做出一个体态 它有一个驼背的现象 它含下去之后呢 这个位置受到挤压 血液循环不好 也就是这个腹乳的位置会长 也就是你驼背造成的 那后面 那你把背部的拉长之后呢 这个位置的血液经络又会受到堵塞 所以你这个位置容易长 那你整个人垂下来之后 这个位置也受到堵塞 所以我刚才讲的几个点 都会堆积到这个位置 那赵老师有什么方法可以 就是快速的让我们可以消除拜拜 我可以有几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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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接下来问一下赵月的死对头 贝凯峰 她之前那个不是说针灸不好 她主要是她的饮食一个结构 是有问题的 她的蛋白质含量是摄取的过多 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看水的话 我们的脂肪会是更多的 它是不会燃烧的 还有之前你做一些功夫的有氧运动啊 因为有氧运动燃烧的很多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的脂肪 它不能够起到紧实我们皮肤和皮脂的一个作用 然后所以说你的白白肉会比如说剪下来的是脂肪 肌肉会慢慢的流失 流失多了肌肉之后 你慢慢之后会反弹回来 我先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这个动作名称叫后撑 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躯干挺胸收腹 肩膀一定要下沉 吸气的时候向下的时候保持大小臂升90度 吐气的时候向上 吸气向下 吐气向上 如果说一般男士或者女士 如果说力量比较好的话 我们可以把脚伸直 做这个动作 我们吸气的时候向下至大小臂升90度 核心一定要稳定 吐气的时候向上 然后大臂一定要夹紧我们的肋骨 再做一次 吸气向下 保持挺胸收腹 肩膀一定要下沉 然后核心收紧 我们吸气的时候向下大臂夹紧 对 对 吐气向下 大臂夹紧我们的内部 吐气向下 很好 大小臂乘90度 对有感觉吧 我们的白白露的位置 谢谢 有感觉吗 有 全身的力量都冲在这边 那跟刚才那个跟赵月教练做的那个感觉 什么是一样的地方 刚才只是拉带子的重量 哦 这个是自身的重量 对 然后刚才是带子的重量 嗯 是吧 所以自身重量会重一些 重很多 所以想要 所以想要减自身的重量 好 那自己轻盈一些 好的 来 我们来最后听一下杨金红老师 首先你是有信心 真就是能减肥的 不过是反弹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就根据你刚才讲的这些 我想我还有一个特殊的 那么就是一个埋线 就是针灸减肥 埋线减肥 埋在穴位里面 那么它可以使它吸收刺激穴位 来达到减肥的目的 可以延长你一个防止你这个反弹 20天那个之后还要继续再买吗 可以才买 还一直在这么买下去 我不用一直买 就是你可以再调整了 再调整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我如果要控制它的体重的情况下 这埋线呢 时间多 时间长 但是一直是埋 做这个动作 林宿减肥就帮助它 就是说度过这个反弹的这个期 它不能突然间断掉这个 它有一个阶段过程当中 后期就不反达了 肯定不会的 你把这个疗程一定要找到 你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吧 你想如果能复肥 就一定要提高你的基础代谢 你的基础代谢率越高 我们也是一样 跟你一个道理 就是说要入不付出 就是你入到它的排泄代谢的 基础代谢三个代谢 你一定是要多于你这个的 当然老师的意思是 我们通过埋线的方式 让它长时间 让它的代谢变快 对吧 对 我要加大它的代谢 维持它这个体现 所以它不只能解决它那个 害怕反弹的那个问题 其他的问题我们就更好解决了 反弹的时候就是没有扎 就是没有扎针 就是停止 停止所有的东西 要照样吃 通过你自己已经亲身品力 体会过的这个针灸 然后来继续 我来达到帮助你的目的 好的 所以接下来世间 误人让我们的小雅来 请请盘选 我是健身界里跳舞最好的 但是我是跳舞界里 健身最好的 带了很多类似于 想达到肥密身材的 这些学生 对 我对于这方面 有很强的经验 这些位埋线 可以延长你的 防止你这个反弹 防止你这个回跳 我这边就给你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居家的时候就能 听到我们爸爸的一个方法 我选择 崔凯峰老师 恭喜崔凯峰老师 恭喜 恭喜小雅得到了 我们的专家崔凯峰的帮助 最终配队 帮小雅塑形的专家 是健身教练崔凯峰 本期两位选手配队成功 轻松甩掉白白肉的 28天素身行动 正式开始 基本都是18到20 超出快一倍 你可能都不成熟 下一步色叫陈宜 吉他 我比你高 本来时间就比较紧迫 然后他又出轻松 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训练 饭后一杯毕生源 轻松定制好身材 毕生人提醒您 定制好身材 下节更精彩 按照约定的时间 小雅来到崔凯峰教练 所在的健身房 崔凯峰教练 首先为小雅进行了体测 并制定出详细的训练 以及饮食计划 她的那个脂肪 主要囤积在我们的手臂 和我们的一个腹部 这个躯干的一个位置 做完这个体测之后 看到数据 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 但是听到教练 给我制定了这些计划之后 我觉得特别专业 另一边 蔡蔡也如约来到了 任涛教练指定的健身房 并进行了体测 一般正常情况下的女孩 基本都是18到20吧 能超出快一位了 做测试的时候 我的下半身力量是比较强的 上半身的力量就都握爆了 OK 谢谢我还能在家 在家一点 你做的还是轻松 还在家 一轻松一点都不轻松 极差 能不能还是有点差 而训练刚刚进行三天 小雅这边却因为工作 临时要去泰国一周 小雅告诉我 他临时要出差一周 然后一告诉我 晴天霹雳感觉 就本来时间就比较紧迫 然后他又出差一周 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的训练 然后我就灵机一动呢 帮他后期的安排一些 在酒店的训练方法 去主三公 随随便便都可以走到 我们的宽泉水平 然后我们接下来 第一个动作叫 宽泉水平 轴伸展 主力手 左手 撑上回地址上 腰背顶直 眼睛目视前方 大臂 甲脚 内骨 在训练有条不紊进行的同时 饮食方面 教练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一个是让他少喝酒 少吃这种垃圾食品 主要是 吃一些清淡的 高蛋白的 一定要是低脂肪 这样能使他这种 减脂效果达到更加明显 这段时间 跟着教练的要求吧 就只能吃一些比较素的 少盐少油啦 然后要多吃蔬菜 要少吃肉 所以就尽量多做一些 像沙拉 这就是我的晚餐啦 由于受居住条件的限制 小雅只能尽量规避 低调教练不让吃的食物 小雅在第一周训练结束后 由于出差受训练条件的影响 所以体重几乎没有变化 随着第二周的训练量逐渐加大 蔡菜虽然基础比较好 但她能否坚持适应这样高强度的训练呢 第一周的时候是那种适应性的训练 所以强度还不是特别大 第二周的话 就是因为已经适应过了 所以呢 就整个强度就完完全加上来了 刚开始其实还是蛮吃不消的 就常常练到后面就练不上去了 在第三周的训练中 由于小雅之前落下了一些内容 崔凯峰针对小雅的训练进度 及时调整了训练计划 到了第三周的时候 我能够明显感觉小雅的积极性很高了 可能是因为第二周出差 然后到第三周的时候 她一来了 所以就非常非常兴奋 最后两个 最后两个加油 最后一个 可以的 蔡蔡这一篇 相比第一周也更新了训练内容 到了第三周训练的时候 是强度比第二周更大了 就比如说像杠银的击腿 她恨不得就把所有眼力 都给我往上加 十二 OK 歇一会 加一条 加一条 你做得太轻松了 十五 OK 挺轻松的 挺轻松 然后咱们待会下一周再加成 然后再稍微沉一点 又加 就是一直加到 我实在做什么叫回事 然后我也发现了 就是不管在过程当中 就不管哪个动作 教练都会问我说 累不累 可不可以 还累不可以继续加 我不管是说累还是不累 她都会 其实都会跟我要上加 OK 累吗 累啊 累 就说明非常好 非常好 就要再加一点 加一度再加成一点 好吧 教练 走吧 干嘛去 为什么 那我再干嘛去 教练究竟要带蔡彩去哪儿呢 今天带蔡彩来体验射箭 为什么 就是说给她一个 当我一个简单一把 因为前两周 踩着的设断 非常的枯燥 然后设断量也非常大 今天大家过来放松一下 一 二 三 比你高 哈哈哈 通过这个射箭呢 也可以 让她一些健身的道理 做事情一定要专注 同样的在健身也一样的 小雅曲折后的补救 蔡蔡严格后的放松 她们究竟能受下来多少 欢迎收看由毕生员 所冠名播出的 定制好身材 饭后一杯毕生员 轻松定制好身材 是的 我们这期 又要迎来之前 28天没有和我们俩见面的 那两位选手 对 其实我们透过这一期 我们可以看到 本来是大家觉得 特别冷酷的人 超教练的 大家都感觉说 她是一个魔鬼教练 但是没有想到 她也会展现出来 暖男的一面 怎么可能 真的 带着咱们的蔡菜去东风 你觉得不够暖男吗 所以她是看人下菜吗 有可能的 可能蔡菜刚好吃她的那一盘菜 对 没错 对吧 但是崔凯峰教练 她所带的这个小雅呢 好像中心也发现了一些挫折 对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把她们都请上来 然后具体详聊 好的 首先来欢迎我们第一位挑战者 蔡菜 来 欢迎蔡菜 夏天不敢穿有露锅露的衣服 看你这个身材 我连拍都不上 要找那个摄影师继续成续 是不是人都不直说 我一定会争这一口 去让自己瘦上来 哦 整个人感觉都瘦了一大唇 透过这个剪影 现在是有腰身了 是 腿也变长了 看吹薄 哇 我们欢迎蔡菜 咱们欢迎蔡菜 欢迎 你的法国 法文的翻译 是 刚才透过我们这样的视频 我们看到说 其实任涛教练 还对你还挺用心的 对 你自己也特别特别伤心 这件事情 是是是 我没觉得他像魔鬼 哎 哎 你觉得你在过去28天 你的改变你自己满意吗 还比较满意 我觉得是在我的那个接受范围之类的 对 然后就是腰线啊 包括手臂 就整个的线条全部收紧了 非常的好 就是 穿衣服明显的感觉就是 啊 突然变成了S型 哎 你知道吗 像他穿的这样的衣服 我都不敢穿哎 是吗 所以我刻意 今天他们说要瘦手臂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手臂挡起来 可是他今天呢 是完全非常自信地 可以展露他所有 从上地到下地这样的一个 虚线美 啊 好的 今天是我们第一位挑战者 马上来欢迎我们 今天第二位挑战者 小雅 对 我有点疾病 因为胖了之后 之前没这么胖 你比原来胖了多少几 二十几几 如果你没有做到 你是不是就不去见你男朋友了 不去了 你男朋友在嫌弃你 我就哭死哭死了 哇 我的天啊 哇 你吃过太多了吧 饭后一杯毕生元 轻松定制好身材 毕生元提醒您 定制好身材 下节更精彩 我有一点自飞 因为胖了之后 再两年的时间 然后两年以后 你们还又在了一起 在了一起了以后 又有一年多的时间 没见面了 对啊 如果你没有做到 你是不是就不去见你男朋友了 不去了 你男朋友在嫌弃你 我就哭死哭死了 哇 我的天哪 哇 你吃过太多了吧 你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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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小杨 欢迎小杨 好漂亮啊 来 欢迎小杨 好 今天 好 她弱得好高 小杨 你自己有感受到自己不同的变化吗 之前穿不上衣服都穿上了 所以你的号码是 之前穿L码 现在穿S 哦 你身上这件是S码 对 穿S码 天哪 你是多久没有穿过S码了 好像 十年 七八年吧 哎呦 所以上学的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穿S码 我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 不过现在好了 因为有这样一个质的飞跃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教练 他们用专业的方式怎么样把他们两位 打造成现在这样子的体型 好 最马上来欢迎到就是任涛教练 还有崔凯峰教练 有请 好 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教练 来 蔡蔡是一个什么样的学员 蔡蔡就是在锻炼当中是一个非常就是 悟性比较高的一个学员 就是说教的东西就学得比较快 但是呢 就是不太容易提升注意力 长期生活在国外吧 在这种思维吧 跟咱们中国人不太一样 就是思维比较具有色源 比如说我教你这个的时候 他会问那个 就是说就是思维极其的不稳定 他就是说 所以说呢 在教学当中呢 有时候我也有一点 被他弄得很无语 很无奈 对对对 哦 蔡凯峰教练 你在个小雅视频的时候 到底当时是怀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呃 我首先先说一点啊 突然之间临时跟我说 教练我明天得去出差一个星期 当时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晴天霹雳 你知道吗 就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不是失恋是失望的感觉 哦 失望 我们的那个时间本来就不多 只有28天嘛 对 然后突然之间就给我减去一个星期 只有21天的训练时间 嗯 然后呢 我这时候就想想怎么办 怎么办 我就跟他商讨 我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我去用远程的形式去监控他 嗯 我和他自评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解这运动当中的一些轨迹啊去做 调整他的动作 以保证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效果 哦 还有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嘛 嗯 就我给他灌一些鸡摊啊 啊 灌鸡汤 那慢慢看 给他喝鸡汤还是说讲东西给他 讲东西给他 心灵鸡汤 心灵鸡汤 给他一些鼓励嘛 雨晴悔正今天不如用汗水灰下明天 所以你一般一般跟人交流都是用这个书面语言的 那没有没有 我们也是用实际行动的 超官方 对对对我们也看到有个实际行动 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两位教练也好 或是我们两位学员也好 其实都还挺用心的在过去这28天 嗯 但是最后他们的效果是如何呢 我们透过一些数据来了解一下 菜菜和小雅的初始体重呢 分别是53.5公斤和70.2公斤 菜菜目前的体重呢是51.2公斤 减掉了4.6斤 小雅目前的体重是62.4公斤 减掉了15.6斤 哇 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手臂 菜菜和小雅的初始币位分别是33.7厘米和33.5厘米 菜菜目前的币位是30厘米减掉了3.7厘米 那么小雅目前的币位是28厘米减掉了5.5厘米 恭喜 菜菜和小雅的初始大腿位分别是57厘米 和62厘米 菜菜目前的大腿的腿位是54.2厘米减掉了2.8厘米 小雅目前的大腿的腿位是58.7厘米减掉了3.3厘米 恭喜 菜菜和小雅的初始大腿位分别是72.9厘米和87厘米 菜菜目前的腿位是66厘米减掉了6.9厘米 小雅目前的腿位是76.5厘米减掉了10.5厘米 恭喜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人涛教练 你只有这样子数据你自己还满意吗 不是特别的满意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没有说每天去带着她去运动 因为我觉得作为健身教练是要教一个学员去如何学会去锻炼 而不是每天眼盯着她去锻炼 就是说即使在将来的这种锻炼生活当中没有教练 他自己也会严格要求自己 你现在可能看不到太多的体重上面的一些变化 但是可能就是我们兰涛教练所讲的一样 教你这样子运动有些好习惯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你有更多不一样的改变 最重要身体健康了 身体健康 因为以前身体蛮差的 好了 我们刚才是透过这样的数据的方式来展现一下他们减重的成绩 不过我们接下来就用你们眼光来看一下对于你们来说谁的减重会比较有效果 那到底谁会获得最佳定制效果奖呢 好 我们现场20位请投票 恭喜小雅 对 我觉得他们俩 对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是从外形上看也特别地登队 然后也减得这么成功 恭喜二位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了 恭喜小雅还有TekkaFone可以获得我们最佳定制效果奖 获得由我们毕生园所提供的健康减肥大礼包一份 放后一杯毕生园轻松定着好身材 是的 赶紧锁定我们的节目 让一个人生变得更加完美吧 毕生园定制好身材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